音樂 音樂 因為我們在綠茶腰的時候 它其實有一個判斷的標準 就是那一個綠茶腰 它深受男生喜歡 而他們不太懂為什麼 男生會喜歡那樣子的女生 所以這個中間的環節就是包含了說 女生其實她可能又討厭 可是又有一點羨慕 又有點嫉妒 然後又無解 所以她太在意這件事了 反而她把這件事情就變大 好 那我们首先要把 拜手表的绿茶要定义一下 现在市面上的定义是 像绿茶一样的无害 可是却会让男人上瘾 然后不知不觉的上钩为之利用 不知不觉的上钩 还不算 还要为之利用 被利用 被利用 对 OK 好 看起来像健康食品 而且通常这种会被这样形容的 都不是男人形容女人 是女人形容女人 这样对不对 那比如说有两个女生 被男生选择的时候 通常好像那个 看起来无害的都会被选择 看起来很厉害的都没有被选择 怪我们还单身啊 你就是看起来厉害嘛 我们要看起来 无害 对不对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 阿德老师跟郁姐爱两位专家 对绿茶腰的 戴手表的绿茶腰 你是怎么定义的 我觉得绿茶腰这个名字 其实都是有偏颇的 一定是有一个人 就是受害者 指责另外一个人说 你就是绿茶腰 这个角色才会出现哦 不然的话其实无害的人 谁会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而且是最主要是男人可以买单啊 是女性没有办法接受 这个男人买单才把它变成腰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一个 攻击人的一个名词 我觉得女生在讲另外一个女生 是绿茶腰的时候 她其实有一个判断的标准 就是那一个绿茶腰 她深受男生喜欢 而她们不太懂 为什么男生会喜欢那样子的女生 所以那个这个中间的环节 就是包含了说 女生其实她可能又讨厌 可是又有一点羡慕 又有一点嫉妒然后又无解 所以她太在意这件事了 反而她把这件事情就变大 像其实 气质在跟我讨论这一集的 这个词的时候 我说我没什么感觉 然后我是真的没什么感觉 我甚至问她说 那你觉得我是坊间那种 绿茶腰的那一种样子吗 她就说你不太像 因为如果是绿茶腰 应该是说 会在男生前面装作 她不太会这些事情 如果你都说没关系我来 这种还比较不像 而且绿茶腰不能长得 像你这么漂亮 因为你刚刚讲到的关键是 让人看不懂 男人喜欢她哪一点 所以她不能有传统 我们认为有 女人看得懂的魅力 她不能很辣很美 然后很聪明 对 我不能同意你更多了 对 OK 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呢 我有一次跟我的朋友讲 跟一个姐姐讲 我说我从以前 多少女生都说想娶我 她说 所以你在男人里面没有视察 太能干了 这样 某种程度解释你的那个说法嘛 对不对 OK 我们有时候要去讨论这个绿茶腰的时候 其实我常常会觉得有一个重点是 讲人家是绿茶腰的那个人 他自己的心理状态是怎样 对 颤同 对 谁来定义谁是绿茶腰 对不对 也就是他没有一个固定的版型 为什么男人会那么喜欢绿茶腰 或者男人喜欢女人的点 有时候是女人看不懂的 我们来讲讲就是十二星座呢 他女生他使坏的手段 你是说十二星座里面最像绿茶腰的 对我等一下会讲 十二星座里面最像绿茶腰的手段 人呢身上有很多不同的戏服 就是呢你面对男人平背的时候 你是一个模样 面对女人的时候你是一个模样 在家里你是另外一个模样 就是女人遇到蟑螂的反应 对 OK 自己遇到蟑螂就是拖鞋拿起来打 旁边有男生就说 像这个呢就要看他的火星星座 我从风向星座开始讲 这是以火星吗 火星星座 火星星座 所以我的火星是 你的火星是处女座 处女座 邓一世的火星呢是水瓶座 郁姐艾的火星呢是天瓶座 所以这张有两格喔 像风向星座呢 我觉得他们成为绿茶腰的指数呢 比较低 但是他们使坏的手段是比较隐晦的 比较暧昧不清楚的 里头呢像水瓶座 比较没有绿茶腰的特质 像呢 邓一世呢就是 火星在水瓶座 对 因为呢 水瓶座呢是自己被欺负的时候无所谓 可是呢 当他发现他身边的弱者被欺负的时候 这个就是他跳出来的时候 但是他直接使坏的方式是直接开干的 他是没有在那边客气的 所以水瓶座呢 大概没有那些 比较暧昧的行为 没有妖术 对没有妖术 那里头呢 我觉得最有这个妖术的 应该就是火星在双子座的女生了 因为他们就会开始放话啦 明明没有的事情他就开始讲了 你知不知道 美人姐刚刚在后台骂了邓一世耶 明明没这回事 但是他就会捏造一个这样的故事 然后去跟很多人讲 可是他表面上看到你的时候 他就讲说 美人姐你好好哦你好亲切哦 火星在双子座的人很会做这件事情 那火星在天秤座的女生呢 郁姐爱 好好说 通常呢 他也不是妖气太强的 他不敢直接去攻击别人 但是他如果受伤呢 很讨厌别人的时候 他会去跟别人抱怨说 那个谁谁谁对我怎么样 然后呢 去伙同其他人来同情自己 来对他们 赵哥好手表哦 好手表 这样子就有一点了 对 像火象星座呢 的女生使坏的手段 我觉得他们是非常非常直接的 像母羊是直接霸凌你的 直接攻击你的 直接打你的 所以呢 他们大概不会被归类成妖怪等级了 那狮子座呢 他是有一帮自己的小啰啰 当他看不爽你 不喜欢你的时候呢 他会伙同一群人来围攻你 那里头呢 我觉得比较有妖怪气质的 反而是火星在射手座的 他就会给他扣帽子 道德劝说 就是说 你看那个人 那个人就是抢了别人老公 那个人就是作弊 那个人就是靠美色上位 他就会告诉大家 这个人做了什么坏事 然后呢 来给他扣帽子 那如果说呢 火星呢 在水象星座 我觉得这是很容易拿感情当武器的 事实上呢 我们如果形容 绿茶妖怪 大概都在形容这一群人 他们呢 是以感情的诉求 楚楚可怜的方式 像双鱼座 如果火星在双鱼 就会一直装可怜 你知不知道我的家境 你知不知道谁怎么对我 他当初对我说了什么话 他如何背叛我 然后呢 引起别人的同情了之后呢 他其实是背后是有他的目的的 所以双鱼座表面上看起来无害 我特别是指火星在双鱼的人 但是他们背后其实呢 里面有很多的手段在里头 那巨蟹座呢 当你惹毛了巨蟹座之后呢 他就是排挤你 孤立你 然后呢 让身边的人所有人都讨厌你 我们现在讲的都是火星 你的星盘里面 火星在这几个星座 火星在巨蟹座 那火星在天蝎座的女生 当然呢 我觉得是十二星座当中 最厉害的女生了 他一旦讨厌你表面上对你很好 但是他就会找到机会 置之你 置于你 于死必 当面拥抱背后插刀 插十二刀 土相星座呢 我觉得在这个妖怪 妖气方面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弱的 但是他们对付人 还是有他们一套的 像摩羯座 他比较呢 会想要在业绩啦 成绩啦 自我的表现上去 赢过你干掉你 所以他比较不会在背后弄你 然后像金牛座 我就是说我明的 我就是在真正的 公开的项目里面 跟你竞争就对了 然后金牛座呢 他就会 按照他自己的规则 刻意去卡住你 比方说工作的时候 你这个单子啊 送来的时候呢 我就知道三天五天 我才能够帮你做 我就不会帮你的忙 最适合做立法委员 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 意识规则 意识规则 然后如果说呢 你的火星跟美人姐一样 是在处女座的话 就会在小事 就会在小事去纠正你 跟指导你 好 就是小力小气的意思 好 博文老师 你这个标点符号 你这个文字的 这个简报的格式 所以处女座呢 他大概会针对 你没有做好的一些事情呢 然后给你一些 刁难 那也没有妖气啊 他就没有妖气 所以土象星座的妖气是比较低的